我们来讲解存货的最后一个考点 存货减值 到期末存货价值下跌了 应该如何处理呢 通过两点来把握 一个是存货到期末它的计量原则 第二个就是减值了怎么进行处理 关于存货减值的核算呢 务必要作为重点来把握 因为小题大题都来考核 在小题当中容易考单多判 大题当中呢 最后一笔考核存货的诱资料 就是给出减值的信息 问你怎么来处理 所以说一定要把握住 我们先来看 第一个就是存货期末的计量原则 我们先说存货在取得时怎么计量 存货在取得时呢 按照成本来进行计量 比如说一元准八 考的羊肉串这种产品 当时发的代价多少钱 当时材料费人工费各种费用 制造费加一块 一共是十万元的成本 那羊肉串扩存商品入账了 按照十万来入账 这是当时商品入账了 接下来呢 这羊肉串还没有卖掉 就到期末了 到期末的时候呢 这羊肉串呢 价值发生了波动 我们来看 它有可能有两种结果 一种结果是什么呢 存货涨了 价值涨到了十五万 一种结果呢 存货跌了 价值跌到八万 这时到期末 它涨了 它跌了 还是不是按照原油的成本来计量呢 就谈到一个 在期末存货的计量原则 来我们看一下小一 就是它的计量原则 在快一期末 存货的价值 不一定按照你最初的成本来计量了 而是按照什么计量 看这句话 单元低发问题 一定要知道啊 按照成本与可便净值 熟低来计量 什么叫熟低呢 就是哪个低 就按照哪个来计量 来看这句话 让它识别出来 当存货成本低于可便净值时 说明存货成本低 这是怎么办 应按照存货成本来计量 哪个低 按哪来计量吗 当存货成本高于可便净值时呢 那就是可便净值低呗 就按照可便净值来计量 这种计量原则在 判断题呀 什么多远题呀 当它给出的时候 一定要能识别出来 具体怎么来应用呢 来看一下 账上有库存货商品是10万元 现在我们掐指一算啊 说可能涨可能低 涨值怎么处理 涨的时候说了 涨到15万了 按照哪个低 按哪个计量 还是按照10万计量啊 成本与可便净值 熟低吗 成本低 还按照成本来计量 账上本身就10万 你涨15了 还按照10万来计量 说明不做处理 对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做处理吗 不做处理 这时账上资产价值多少钱 还是按照10万来进行计量的 涨到15万 还还上10万来进行计量 不用做升值的处理 好 接下来再来看 你库存上面成本是10万 现在呢 掐指一算 呦 还值8万了 这可便净值 你先用大文化来理解 还值8万 说明减值了呗 根据我们前面讲的计量原则 成本高于可便净值时 可便净值低 这时这存货应该按照什么计量 应该按照可便净值来计量 你原来账上写的10万 现在要求按照8万计量 怎么办 就需要从账上把资产价值 从10万减到8万 这时就需要做账务处理了 做什么账务处理 却减值损失呗 对吧 把资产由10万调到8万 却2万的损失 所以记住这样一个处理的原则 好了 我们再来看一看 生产用的材料怎么来进行计量 刚才是以产品来进行举例的 对吧 接下来我们来看 生产产品的材料 如果说我们10万买的材料 现在跌到8万了 跌到8万以后 是不是这个材料 却减着8万来计量呢 那不见得 为什么呢 生产用的材料比较特殊 它减值没减值 不是看材料本身的价格下跌没下跌 而是看用这个材料 生产的产品减值没减值 如果用这个材料 生产的产品没减值 就说明这个材料没减值 如果说用这个材料 生产的产品减值了 才说这个材料减值 所以大家来看 这里有一块羊肉的材料 减值没减值 看它吗 不看它 看它 它是谁呀 用羊肉串 产品呗 来看这句话 在自然费表日 对于用于生产持有的材料 注意这个材料 不是麦子材料 是生产持有的材料 好 如果用其生产的产品 可变净值高于成本的 说明产品没有减值 该材料没有减值情况下 按什么计量 按成本来进行计量 好 接下来看 材料价格下降 表明产品的可变净值 低于成本的 说明产品减值了吧 那产品减值了 说明材料也减值了 那既然材料减值了 那怎么办 按照减值后的可变净值来计量呗 所以这两种表述呢 在判断题当中 是很有可能考核到的 一定要加以注意 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小点 就是什么是可变线净值 什么是可变线净值呢 简单来说呢 就是你现有存货呀 在未来你能流入多少钱 未来能流出多少钱 未来流入减去 未来流出就是可变线净值 听起来很容易 是不是啊 但是在算起数据的时候呢 很多同学都算错了啊 很多同学在做多项题的时候 都算错了 那怎么来解决这问题呢 我们通过一个故事场景 来加深对可变线净值的理解 来看一下 一元存八现在生产了羊肉串啊 说这羊肉串成本多少钱 成本是一百 这一百是我们已经发生的成本 材料费 人工费 各种干润制造费用 是一百 但是羊肉串还没有生产完工 可以理解为是再产品 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半成品 对吧 那对于这个存货 我们对它在期末时要进行计量 那到底简直没简直啊 我们要算一下 它可变线净值 如果我这样说 对这存货继续加工 还要花20块钱 卖掉 还有发生销售费用 10块钱 最后能买来一百二十块钱 那我问你 这批存货的可变净值多少 有同学就说是一百二 那我说留 你为了取得一百二还留出三十呢 还留出二十 还留出十 有的人说 那就是一百二减十减二十 原来留一百 一百也减掉 对不对呢 一百能不能减呢 一定要注意 一百不能减 一百呢 是你实在在已经发生的成本 我们说的可变线净值是什么呢 就是这项存货 拿出去了 我们能带来未来的流入多少 未来流出多少 未来流入 浅去 未来流出 就是可变线净值 你还没有理解投射吧 来 再来进行家人举例啊 现在我生产这个羊肉串 我已经发生成本 是一百 我负责成本 你们负责可变线净值 我接下来把羊肉串给你们了 说来 你把这羊肉串给我变成钱 没有生产完羊肉串啊 给我变成钱 这是你们怎么办呢 你们一样想变成钱 你们是不是得追加流出啊 好 追加二十 追加十 你们追加了三十流出吧 那么最后留到你们手里多少钱 卖了一百二 留到你们手里就是一百二 那你们负责可变线净值啊 最后看一下 你们手里的净流入多少钱 流出三十流入一百二 这时到你手里头就九十块钱 那九十就是可变线净值 听没意思了吗 我负责成本 你们负责可变线净值 好了 这样来讲呢 可变线净值就是 未来的流入 减去未来的流出 就是什么 可变线净值 千万不要把已经发生成本给它减去啊 我们在比较的时候 是拿成本和可变线净值比较 你把成本都减去了 那可变线净值跟谁比较啊 没有比较对象了 一定注意 来 可变线净值就是一百二减十减去二十 来看一下可变线净值的概念 如果给出判断题 一定要能识别出来啊 在日常生活当中 什么是可变线净值呢 存货估计的售价 就是那一百二是你估计的一项流入 减去 接下来剩下都是估计流出 减去完工时 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是一项流出 然后估计的销售费用是一项流出 估计的相关税费是一项流出 一项流入减去三项流出 以后的那个净流入就是可变线净值 所以说可变线净值的特征表现为 存货预计未来的什么流量 只是流入吗 不是 是未来估计流入减去估计流出的 差额是估计的净流量 所以他说而不是存货的售价或合同价格 售价或合同价格呢 只是一种估计流入 一定要把估计流出给它减掉 好了 这就是可变线净值的概念 听懂了吗 来 接下来我们通过题目来进行练习一下 首先来考核存货可变线净值 是如何来进行计算的 大家来看这句话 他说对不对 存货的可变线净值是指存货的估计售价 减去估计消息费用 减去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看起来好像对 不对 所以哪了呢 一项估计的流入 减去三项估计的流出 我们来看 存货的估计售价 首先要减去的是什么 估计的那个加工成本呀 加工成本他没说 只说减去估计的消息费用 和估计的相关税费 是不是错了呀 所以说这句话该背还是要背下来的 他的表述是错误的 好了 再来看一道多项题 也是一种长考的考法 给出几笔支出 问什么影响存货的可变线净值 一项估计流入 减去三项估计流出 这四项内容才影响存货的可变净值 至于已经发生的市场成本 影响吗 是不影响的 来我们看一下他给的这四个选项 来看A存货的账面价值 存货账面价值 你可以理解为存货的账面的成本 那它影响可变净值吗 存货的成本是已经发生的成本 它是不影响可变净值的 一定注意可变净值是拿到你们手里头 未来能得到你净流入是多少 才是可变净值 对吧 而存货的账面价值是在我手里的存货成本 是已经发生的成本 它是不影响存货的可变线净值的 这个A是不影响的 来看C存货的估计售价 是一个估计的流入影响 4.存货至完工 估计要发生的成本是向流出 估计流出影响 2.销售存货过程中 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 是估计流出影响 一项估计流入 将近三项估计流出 就是可变净值 所以这个是影响的 再次强调 已经发生的成本影响可变净值吗 是不影响的 一定要注意 来答案选择BCD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看第二大点 存货减值的核算 到期末了 存货升值不处理 减值要处理呗 对吧 减值处理怎么处理呀 我们讲解三个小点 第一个小点 当存货减值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减值金额呢 确认为减值损失 然后减少资产价值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把资产减少价值确认为损失 来看这句话 当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时 像我们刚才举例来说 存货成本是10万 可变净值是8万 这时成本高于可变净值了 这么简直了吧 表明存货可能发生损失 怎么还可能发生损失啊 因为存货还没有被卖掉 被消耗掉 还是在库房里存放着呢 那现在库房里存放的存货 那这时就说 它是可能发生了损失 应该在存货销售之前 提前来确认这个损失 尽管你还没有卖掉 但是我们现在估计 它已经损失了 不用卖 也要在账上确认这个损失 所以是提前确认这个损失 把这损失进入当期的损益 有这么一个账户 叫资产减值损失账户 好 进入这个当期损益 并相应的减少存货的账面价值 把存货账面价值减下来 不要写10万了 应该写成8万 否则就高估资产了呀 对吧 来看一下 我们给出的这个例子 库存商品成本是10万 然后掐值一算 可别净值是8万 看看一元春发的这个凤爪 这会掐值 看看这个掐值一算 可别净值财值8万 那怎么处理 看看我们相关的账户处理 首先要确认一项损失吧 10万的资产要变成8万了 要确认一项损失 所以要这个账户 叫资产减值损失账户 是一个损业类的费用类账户 当损失增加时 记借方 损失减少时呢 就记贷方 现在减值了2万 账上去了2万的损失 这个损失继张以后 当期的利润就会减少了啊 你说这是估计的损失 也减少利润 对 估计的损失也要减少利润 这时损失增加了 下来反正资产减少呗 那资产减少 不能在库存商品的账户 来进行减少 因为库存商品账户呢 记录的是你最初的成本 可是还要减少资产价值 怎么办 用另外一个账户的贷方 来反映资产减少了 资产减少本身是 击贷方的吧 资产增加技界 减少减贷 是吧 现在不让在库存商品贷方 记载 换一个账户的贷方 来记载资产减少了 哪个账户 叫这个账户 叫存货跌价准备 就准备减值的存货的金额 就是存货跌价准备 用这个账户的贷方 来记录两万 来记录两万 你看 不要在库存商品贷方 要在存货跌价准备的贷方 存货跌准备账户写多少 就说明资产减值多少 这样来讲 反映损失增加了 存货准备增加 就是资产减少了 那我们确认减值处理呢 应该涉及到这两个账户 分路呢 就是借资产减少损失 待存货跌价准备 记住了吗 这是具体损失时的处理 和那个坏账准备 具体损失时 是不是非常类似啊 坏账具体损失时呢 是借信用减值损失 而不是资产减值损失 是借信用减值损失 都是损失账户啊 然后带坏账准备 而存货具体减值损失时呢 是借资产减值损失 带存货跌价准备 都是带准备 对吧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 这两个账户能体验什么概念 就是库存商品和存货价准备 这两个账户的差别呢 来代表你库存商品 这样存货的真正价值 我们称为叫账面价值 称为什么 称为叫账价 就是账面价值 如果说库存商品的账户与我 你要回答我是10万 库存商品账面价值 可不成是10万了啊 从账上来看还值多少钱 需要用库存商品账户 减低它的减值账户 两个的差额才是账上 它真的值多少钱 账面价值多少钱 应该是8万 所以区分出来啊 存货的账户余额和存货账面价值 不是一个概念的 账面价值等于存货账户余额减去 存货跌价准备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第二个 减值的转回 怎么来进行处理 现在你存货有10万跌到8万了 过两天 一个额外利好消息出现了 说这8万存货又涨到9万了 又涨到9万5了 又涨回了 当减值时你增加损失了 那当价值恢复的时候呢 怎么办 要充减损失 这是非常好理解的 来看这句话 以前减值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 已经消失了 减值的金额应当怎么办 应当予以恢复 像我们刚才所说 10万的成本跌到8万了 却2万损失 现在涨到9万 涨到9万5 就要充减损失 转回多少 就要充减多少 来看一下 10万跌到8万 是不是有2万的损失 那我涨到9万呢 那我就充减1万的损失 涨到9.5万呢 就充减 是涨回1.5 就充减1.5万的损失呗 是吧 那涨到了 接往上涨 涨到11万了 涨到11万 8万涨11万 恢复了3万吧 能不能充减3万损失呢 不可以 在充减损失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范围 有一个限度 只能在你原来确认损失的 这个限度之内来进行恢复 最多恢复2万 所以说恢复1万可以 恢复1.5万可以 恢复3万 那不行 顶多恢复2万 所以来看一下 并在原以计题的存货 电准备内来进行 转回 它是有一个限度的 转回金额 记住当期损益 当你确认损失时 确认减值时 损失增加 导致利润减少 那当损失充减的时候呢 充减损失会让你增加利润的 他说记住当你损益 做账户处理 就和减值时 做一个相反的处理就可以了 就是借存货跌加准备 但资产减损失和减值时 相反的处理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 我们教材的第75题和第76题 我把它揉成一个题 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给出了19年的信息 20年半年底的信息 20年年底的信息 给出了三个时间点的信息 先来看 2019年年底 12月31号 假公司A商品的账面余额呢 是10万元 A商品就库存商品呗 它是一项存货 告诉你存货 账上的余额是10万元 咱们就理解为成本是10万 由于市场价格下跌 预计可谓净值呢 是8万元 10万的存货成本 现在才值8万 就减值了2万 所以在19年年底呢 要确认2万的减值的损失 然后到20年6月30号 A商品的账面余额呢 依然是10万 实际上 对于我们商品来讲呢 原来有10万呢 可能在你持有期间 又可能有买一部分 又可能卖一部分 这个存货账面余额 实际上是发生变动的 我们现在呢 就假设它有买有卖 最后变动结果 和这圈年底是一样的数字 你看19年年底是10万 到20年6月30号还是10万 好了 这是有增有减以后 碰巧了 那A商品的成本还是10万 然后告诉你 在19年年底呢 已经计提了2万的准备 19年底是不是计提2万准备 对吧 好 接下来在6月30号 由于市场价格有所上升 导致A商品的预计可变净值呢 变成9.5万了 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19年是10万跌到8万 到20年6月30号又涨到了9.5万 价值恢复了呗 恢复就充减损失呗 对吧 充减1.5万的损失 下跌时增加损失 价值恢复就充减损失 来接下来看 2020年12月31号 A商品的存货 账面余额依然还是10万 依然还是10万 说已经集体准备是5000 为啥是5000了呢 原来集体2万 后来你充减了1.5万 那还有5000的准备呗 对吧 说由于市场价格逐渐上升 持续上升 使A商品的可变净值呢 是变成12万了 哎 涨了 并且涨金额都超过成本了 超过成本情况下 是不是说10万涨到12万 我要去这2万的 再充减2万的损失 不可以了啊 因为你 集体准备的金额 还有5000了 对吧 原来是2万 恢复了1.5万 你顶不再恢复 只能恢复5000 你不能说恢复2万 这就是这道题的奥妙之处 要在你的限度之内进行恢复 好 来看一下 我们这三个时间点的处理 12月31号 是2019年的啊 那进行处理呢 就是增加2万损失 然后增加存货的跌价准备 哎 这里我补充一下 补充什么呢 存货跌准备这个账户 这个账户呢 它是反映存货跌价情况的 所以呢 它属于资产类账户 但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啊 把它当成一个什么类账户来使用 特殊的资产类账户 就是特产 像坏账准备一样 他们在准备两次的都是特产 特产账户来讲 就和一般资产就不一样了 一般资产借价代减 特产呢 代价借减 所以说存货跌价准备增加了 是借贷方 借来看 6月30号 价值恢复了1.5万 就要做一个简直相反的处理 来做一个相反的处理 变成借存货跌价准备 代资产减失 自然借存货带方 就是损失减少呗 准备机界方 就是准备减少呗 对吧 19年增加损失 增加准备 2020年6月30号 充减准备 充减损失 到2020年6月30号 准备的余额还有多少 准备余额 还有2万减1万5 还有5000呗 对吧 这5000一直延续到 2020年12月31号了 到12月31号的时候 说价值完全恢复了 都超过成本了 都超过成本情况下 什么什么问题 就不需要有减值准备了 对不对呀 你账还5000 反正5000都可以充掉就可以了 来继续充 充减准备 充减损失 但是不能充减2万 因为你还有只有5000的准备了 只能充5000 这就是我们这三个时间点的处理 希望同学们呢 把这个题目完整的三个时间 时间点分录 一定要写得非常非常熟练 怎么算呢 一定要保住 接下来 再来看第三小点 以受存货的减值准备的处理 这指的是什么 什么意思呢 来看我这 我左手是存货账户 右手是存货的减值 叫存货价准备 对吧 这两个账户差额 才代表存货真正价值 存货在持有过程当中呢 难免要发出吧 是吧 一发出就要截转存货的销售成本 截转存货成本 你有存货 有准备 当那存货都发出了 它的准备怎么办 也要转出 它俩是一对 要有都有 要没有 都没有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截转存货的销售成本的时候呢 对于已经具体的存货地下准备 怎么办 要随同存货来进行转出 要借存货地下准备 借存货地下准备 就是存货地下准备减少了嘛 要进行转出 存货转给谁了 这准备就专给谁 你看后面 带主用业务成本 带其他业务成本 这些人当时存货 可能给主用业务成本了 或者可能给其他业务成本了 这准备也给主用业务成本 或其他业务成本 怎么回事 来 通过例子来进行说明 说我们正常有一项存货 是100元的成本 已经计提了10万的准备 有存货 有准备 存货真正价值是90 对不对呀 现在我们把存货给卖掉了 假设这存货呢 是库存商品 当存货被卖掉的时候 存货账户余额是100 那进入主用业务成本的 就是写100呗 对吧 把存货的成本 已经给主用业务成本了 接下来这个存货 还有跌价准备呢 准备也要给主用业务成本 想一想 准备要转出的时候 准备减少了 记哪方 就记借方呗 借存货跌价准备 就是把准备给减少啊 商品减少了准备要减少 准备减少了 带什么呀 看商品给谁了 这准备就给谁 那就是给主用业务成本呗 现在只能是带主用业务成本 对吧 这样来讲 我们看一下 通过商品成本 反映主用业务成本是100 通过存货店准备 转过来的主用业务成本呢 是充减了一个10 最终导致结果就是 主用业务成本 写的是90 也就是在你商品被卖掉的时候 账上填的销售的费用 最主要费用 主用业务成本多少钱 不能再写100了啊 应该写90 为了解90呢 你这来理解 最初取得这商品时 你花了100吧 是吧 这是100元的资产 这是它的成本 那在持有期间 在集体准备时 是不是把100当中的 10万已经作为损失了 这样在将来被卖掉的时候 只能把你没作为损失 没作为费用金额 再作为损失 或者再作为费用 所以100的成本 持有期间减值了 已经有10万作为损失了 将来再记录费用的 只能是100减值 是的差额 就是90 这样 看一下主用业务成本 记录的是多少 先写100 后充10 那就90呗 对吧 这就是我们讲解的 有存货 有准备 存货没了 准备也要转销掉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关于存货的准备的考核方法 一共有四种考核的 先来看第一种考核 存货期末的计量原则 升值了怎么办 减值了怎么办 来看这句话 下来看中 关于存货期末计量 会计处理表述正确的是什么 当存货可变净值高于成本时 说明是升值了还是减值了 升值了 升值了还按照成本来进行计量 对吧 就是不进行任何账务处理 而这句话说按照可变净值计量 不对 应该是谁低按谁来计量啊 成本低 应该按照成本来进行计量 对吧 来 接下来看 2B 当存货可变净值高于成本的时候 是什么 是升值了吧 他说应当将其差额 计入当期损益 对不对呢 不对 升值了 进行账务处理吗 你10万的涨到15万了 最后把那5万计入损益 不对啊 是不能计入当期损益的 升值了 是不进行账务处理的 再来看C 以计题的存货价准备 不得转回 存货价准备可不可以转回 它是可以转回的 表述错误啊 坏账准备啊 存货价准备啊 这种流动资产都是可以转回的 次第 当存货的账面价值 高于可变净值时 说明什么 说明减值了 应当计题存货的跌价准备 那减值了 叫计题存货价准备 是一个正确的表述 所以我们来看 表述正确的 应该是次第选项 好 这是它期末的计量原则 接下来看第二种考法 来考核 存货第二准备 这准备金额 到底怎么来进行计算 它和我们前面讲的 快价准备思路是一样的 签算一下 你应该有多少准备 算一下 应有的准备 应有的准备呢 就是你现有存货的总损失 再来算一下呢 你已经有了多少准备 已经有多少准备呢 就是你已经确认了 多少损失是多少 用总损失减去 已经确认损失 就是你再次要确认损失 就是你应该计题的 就是应提的准备 所以大家要搞清楚 这几个概念啊 应有准备 以提准备 然后我们考核的是 问你应该提多少准备 来看这个题目 2017年3月31号 某企业已存货的实际成本呢 是100万元 给出了实际成本 接下来说 把这样存货加工制完成 估计还要再发生成本20万 这20万现在发生了吗 没发生啊 就将来再发生的 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税费 再发生2万 估计用该存货产生的 产成品的售价是 110万元 到此为止 我们能算出可变现净值 什么是可变现净值 未来估计流入是110 减去 未来估计流出 是20和2 那就110减去22呗 就是你的可变现净值 千万不要把那个 已经发生什么净去啊 估计流入 估计流出 都是未来蒙水的 而已经发生那个 那是实在在的 不要把它减去 这样来讲 可变净值 我们就算出来了 看一看 它减值没减值 100万的存货 可变净值呢 是110减20 那个90 90再减2 那就88 可变净值是88 很显然就减值了呗 100万的存货 减值到88了 应该有12万的准备 就应该有12万损失呗 所以应有准备 就是应该有12万的准备 接下来看这个存货 它原来确认没确认过损失呢 说假定已存货 月初存货第二准备 科目余额是5万元 说明这批存货呢 原来曾经确认过5万的损失 这5万就是已有准备 好了 一共有12万的损失 你已经确认5万了 现在再确认多少 就是你应提的准备 再确认 12万 再确认7万就可以了呗 所以题目问 3月31号 应该计题多少准备呀 应该计题7万就够了 就让你原有的5万 再加7万 就等于应该有的12万了 好 这样应该确认7万的准备 对这种题来讲呢 还是我们一种经常考核的 一种方法和套路 相同的一定要把握住 那如果说 应有准备是2万 这次再次计题多少 应有准备2万 已经提了5万 说明什么 说明提多了呀 提多了就要充减准备了 这是不够就补提 提多了就进行充减 接下来我们来看 这道单选题是第三种考法 关于已经具体准备的存货 这准备怎么来进行处理 在存货被截转掉的时候 那他准备怎么来处理 非常简单 有存货有准备 存货没了 准备也要没 没了情况下 存货给谁了 准备就给谁 最后把那个存货的正面价值 给那个被消耗对象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这个题目 某企业为增税一般价值人 增税税税率为13% 该企业本月销售商品一批 共售的价款是240万元 该商品成本是170万 已经具体准备是35万 不考虑其他因素 本月应该截转的销售成本是多少 在这个题目当中 它的售价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截转成本只是一道 库存商品减少了 主要有成本增加 对不对呀 由于他具体准备了 他把准备给他转销掉 那最终我们记住 主要有成本的 不能是库存商品成本的金额 应该把准备给他转销掉 就从账上 这个存货还值多少钱呀 170万生产的 已经具体准备是35万 说明170万当中 已经有30万 35万变成损失了 将来被卖掉的时候 再确认费用 只能是没确认费用金额 就是170减去准备35 也就是你存货的账面价值 把存账面价值 也就是还没有记住费用金额 再给记住费用就可以了 这样你应该确认成本 就是170减去35 就是135万 所以答案呢 选择A选项 对这个题目 我们还要掌握住 分路的处理 分路怎么处理 想一想 如果没有准备情况下 商品被卖掉了 确认或者说截转 已售商品成本 就是借主营业务成本 然后带库存商品 带库存商品 这是在商品销售情况下 第二笔分路 库存商品成本是170万 然后如果没有减质情况下 主营业务成本就是170万 对不对啊 现在这个存货已经有减质了 这时呢 主营业务成本就不能写170万了 账上还认为值多少钱 值135啊 应该写135才对 这是怎么才能写135呢 先给它控制 先控制啊 我们把库存商品减少了 这是还要把准备减少 准备在代方级增加 借方级减少 所以要借存货 这家准备 我这里写成一笔分路了 也是可以的 准备多少呢 35万 那我们来看 商品是170 准备是35 二者差额 就是你的账品价值 账品价值是135 把这135 确认为主营业务成本就OK了 这是金额计算 以及分路的编写 需要同学们都要保住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题目 就来考核 存货 计题准备时 或充减准备时 分路哪个是正确的 那首先你要判别出来 它到底应该是补题准备呀 还是应该充减准备呀 就用你应有和议题来比较一下 应有大于议题就补题 应有小于议题 说明提多了 叫充减 来看这个题目 2019年12月31号 某企业一商品账卖余额呢 是300万元 由于市场价格下跌 该商品预计可便净值是250万 很显然就减值了50万 对吧 好 减值50万 然后说 假设该存货带准备科目 期出余额为零 期出为零 到现在没有变化情况下 那现在准备余额就为零 也就是 已有准备 就是零 应该有多少准备呀 30万的货物材质250万 说明损失是50万 那就应该有50万的准备 有多少损失就应该有多少准备 应有50万准备 准备为零 那就提50万就可以了呗 所以应该是借资产简直损失50万 但存货价准备50万 来找到这个正确的处理 很显然呢 是C选项是正确的 对吧 所以答案为C就可以了 这是让你来计算简直的损失 以及编写相关的分路 来 再来看第四种考法 是引起存货账面价值变动的业务有什么 我们一般情况下有准备的资产都会有这种考法方法 像我们前面讲 记题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应收款项就有这种考法 所以以下业务导致应收账款账面价值方向变化的业务有什么呀 那这条题就是以下呢 导致存货账面价值导致变化业务有什么呀 你想要知道存货账面价值等于什么 存货账面价值 我们这么写吧 存货存账价存货账面价值 等于什么 等于存货账户的余额 存货账户的余额 减去存货跌价准备 这个账户的余额 两个账户的余额之差 就是存货账面价值 如果说要想影响存货账面价值了 影响第一个账户 最后差额账面价值会变化 影响第二个账户 账面价值会发生变化 你接下来就要识别一下 他给出的四笔业务 是否影响这两个账户 影响任何其中一个 最终账面价值都会发生变化 来看一下 A 已发出商品 但尚未确认销售收入 商品已经发出了 但没有确认收入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不确认商品的销售成本的 如果确认收入了 一 钱增加 收入增加 第二 商品减少了 主营业务成本增加 对吧 现在我们把商品给发出去了 没有确认收入 就没有反映你存货资产减少 我们将来讲 收入费用例如那一章会讲解 把商品卖出去了 不能确认收入 怎么做处理 就反映 库存的商品减少了 发出在外的商品增加了 库存商品和发出在外的商品 都是你的存货资产 在这种情况下 存货是没有发行变动的 存货没变 存货价准备也没变 这时它是不影响账面价值的 2B 委托外单位加工发出的材料 这个影响不影响呢 这也不影响存货 因为你材料存货减少了 正在委托加工当中的存货增加了 存货资产内部一增一减 存货是不变的 也没有设计准备 所以说账面价值也不变 C 发生存货盘亏 发生存货盘亏时存货减少了吧 对这两个账户存货减少了 准备不变 那最后账面价值就会发生变化 这个会影响账面价值 4B 充填多计题的存货贷准备 计题准备时分路怎么做 说一遍 借资产内部的损失 代存货价准备 充填时呢 做反向处理呗 不管计题还是充填 都是一道存货价准备了 对吧 既然是一道存货价准备了 这两个账户是要第二个账户了 最后的差额一定会设立的 对不对呀 好了 这就是引起存货账面价值发生变动的业务 这种解题的思路 看看是否影响两个当中任何一个账户了 影响了就影响账面价值 答案选择C和D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讲解的 关于存货期末简直是如何来核算的 第十个考点 讲解完毕了 我们这一章流动资产也就讲解完毕了 流动资产这一章 别看它就四项流动资产 内容还是蛮多的 对吧 来 我们再来把我们这么多内容来进行压缩一下 梳理一下我们所学的知识 我们在这一章当中呢 讲解了四项流动资产 第一类 就是货币资金 货币资金我们讲解了三种货币资金 库存现金 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 对于库存现金来讲呢 重工之重要掌握住的是什么 就是现金的清查 到期末 现金盘盈了 怎么进行处理 现金盘亏了 怎么处理 想一想盘盈的例子 老婆让我出去玩 给了我20块钱 最后回了以后 都是有220了 这就盘盈200吗 盈200怎么处理呢 需要给别人了 怎么办 要记住其他应付款 不需要给别人的呢 就是我们家一笔额外的收入 因为我说了 是不是那20下子啊 那就是一笔额外的收入 好了 一定要注意 盘盈了 怎么来进行处理 盘亏怎么处理呢 盘亏情况下呢 还讲一个例子 我朋友在那公司 他有40万的现金销售 当时账上有40 盘归里有现金 当然你早上一看 盘归里钱没了 没了情况下 怎么办 账是不服了 对不对啊 盘亏了 最后盘亏的结果呢 如果账人赔偿一部分 剩下单位来承担 账人赔偿那部分 就有人来赔的 有人赔的 要记住什么 其他应收款 每人赔的呢 记住管理费用 所以一定要记住了啊 我们给你口诀 我们给你口诀 亏管费 云外收 账人赔的账人的账人赔偿的 我们办理的这些方式 其他账赔资金增加了 比如说办理洋汇票 洋本票 信用卡 信用证 外部存款和存出投资款 当办理的这些方式 其他账赔资金增加 用这些方式 经支付了 其他账资金减少 所以呢 我们要把握住呢 在办理这些方式时 怎么来进行处理 钱减少了 其他货资金增加了 银行存款 这种钱减少了啊 那在经使用的时候呢 再来反映 其他货币资金减少 如果有余额 再回到你银行存款账户 再做一个办理 是相反的处理 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节 讲的是 对外的一种短期的投资 这种短期投资呢 我们今年教材呢 既讲了大企业的短期投资核算 还讲了小企业的短期投资的核算 我们重点把握住的是 大企业的短期投资核算 大企业的短期投资 用哪个账户记载呢 就用这个账户来进行记载 叫交易性金融资产来进行记载 什么 交易性金融资产来进行记载 我们要掌握住呢 四个时间点的处理 那四个时间点 第一个就是你进行投资时 把钱给出去 买来股票了 买来债券了 你应该怎么处理 第二个时间点 收到你投资回报 持有期间获得股利了 第三个时间点 持有期间 这项资产供允价值发生波动了 要进入供允价值变动存益 最后一个时间点 就是出售的处理 所以说我们按照这个思路 来复习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核算 在取得投资的时候呢 你要加以注意 进入交易性金融资产的 只能是它的供允价值 如果说你支付价款100万 其中含 你宣告但商务方法股利10万 供允价值多少钱 一定要用100万 剔除以宣告但商务发放股利 或者说这10万呢 叫以到期但商务领取利息 只要把这以给剔除掉 剔除后的余额 应该作为你资产的金额 所以交易性金融金额 那你剔除那个 以宣告那怎么办呢 那作为垫值股利 垫值利息来处理 记住应收股利 还记得我们讲课当中 说买一头母牛 怀孕了 得一个小牛 那这母牛一共支付100万 最后告诉你小牛 能卖10万 那最后计账怎么计账 母牛写90万 小牛作为应收款 写10万 一定要注意 好 那在取得投资时 支付的交易费用 怎么处理呢 交易费用不记住资产价值 而记住投资收益的建方 交易费用增值税呢 记住进一项税额 最终影响利润的 只是交易费用的 不含税的金额 这是取得投资时的处理 再来看 持有期间收到鼓励了 一定要分清楚 是你投资价款当中 电支的鼓励收回了 还是你本身 投资期间持有的回报 如果电支的鼓励收回了 电支鼓励时 你是借应收鼓励 现在收回来呢 要但应收鼓励 应收鼓励减少 钱增加就可以了 不影响损益 那如果是持有期间的 持有收益呢 对于股票来讲 在对方宣告时 要确认收益 增加应收鼓励 增加投资收益 实际给你的时候呢 再减少应收鼓励 增加钱就可以了 这是第二个箭点 第三个箭点 就是持有期间价值波动 价值波动时呢 一定注意 产生损益 要进入供运价值 变动损益账户 从而导致 上涨了 自然增加 收益增加 下跌了 自然减少 损失增加 进入哪个账户 供运价值 变动损益 注意啊 别管它进入投资收益 也好 是前面的 和这里的进入的供运价值边的损益 都是损益账户 都要影响利益的啊 接下来 最后一个深点 就是出售的处理 哎 等一下 价值波动时 说 要看一下 价值波动的金额是多少 怎么看呢 给出当前供运价值 在题目当中 注意 和哪个比较 在第一次价值波动时 一定要和这个账户 进行比较啊 进入成本的金额 不是和支付价格 还进行比较 好 接下来 再来看出售投资 出售投资时呢 是非常简单的 就来反映 交易性金融资产 减少了 注意 两个明系科目 都要减少 一个是成本 一个是供应价值 变动 我们假设呢 原来这两个科目呢 都是借房余额 现在就用贷房减少 资产减少了 二的差额确认为 投资的损益 两边小 两边写投资收益 同时注意 在出售时呢 还要计算你 卖赚了 要交到增值税 这个增值税怎么计算呢 一定注意 是最后卖的价款 和你支付价款 是一头一为 两个价款之差 然后去掉增值税以后 所以不含上价款 乘以税率来进行计算的 来 最后产生这笔增值税 还能再向下一个买方 来收取吗 不可以的 这个增值只能自己来处理了 所以这个税费呢 是进入投资收益的 建方的 所以在出售这个时间点上 影响投资收益的 一定是两笔分路的金额 这是我们要加以注意的 对于今天教材来讲呢 还讲解了 金融资产分成三类 这哪三类金融资产 作为断题需要制造的 金一金二和金三 对吧 我们讲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呢 就是第三类金融资产 以公运价值计量 公运价值变动 进入当期损益 你看取得时 以公运价值计量 出于基金价值波动 进入当期损益 进入公运价值变动损益 账户了 要知道 前两类是什么呢 小同学们能识别出来 好 作为小企业来讲 我们也讲解了 小企业的短期投资呢 就用短期投资账户来处理 小企业与大企业哪不同呢 我们主要掌握住两点不同 第一点 小企业在取得投资的时候呢 支付的交易费用 不计入投资收益解放 直接计入短期投资账户就可以了 他不用交易性精算计账 用短期投资计账 然后在持有期间价值波动时呢 小企业不反映价值波动 大企业才反映价值波动呢 这是两个明显的不同之处 其他的都是道理类似的 就用短期投资账户 替换交易性金融资产就可以了 好了 来看第三节 就是各种应收和预付款 这些债权 首先第一项债权 就是应收票据 核算的是什么 核算的是销售货物时 收到的商业汇票 商业汇票分成两种 一个是商业成对汇票 一个是银行成对汇票 这两种汇票收到时呢 都是通过应收票据来核算的 因为他们是延期结算的一个工具 在贴线应收票据的时候 多收钱也好 少收钱也好 产生差额 借计或代计 财务费用 第二个债权 应收占款 核算什么呢 应收的货款 应收的增值税 还要核算一下 作为卖方的你 把货物卖出去的时候呢 垫付运费了 垫付运费 说明垫付费用 要随从你的货款收回 不你自己负担 这样 从卖方的你来讲呢 支付的垫付运费 怎么处理呢 借应收账款 带银行存款就可以了 垫付钱 就应收账款账户 预付账款 预付账款 注意 在你款项预付的时候 怎么处理 钱减少了 预付款增加了 预付款增加 记住 预付账款的借方 在预付款的时候 注意资产总额变不变呢 资产总额是不变的 货币资产减少了 预付账款 资产增加了 资产内部一增一减 资产总额不变 还要把握住一点就是 如果企业 没有设置预付账款账户 发生预付款 这笔预付款 通过什么账户记载 付合算 通过应付账款 账户来记载 好 接下来看 应收股利和应收利息 主要把握住应收股利 应收股利 是应该收起的什么股利 现金股利 股票股利 不通过应收股利 来进行核算 来看 其他应收款 一共核算 六种其他应收款项 还记得我们给那口诀吗 借电宝 租发赔 借了一个通电宝 应收租金 罚款赔款 好了 记住它就可以了 接下来看 应收款项的减值 应收款项减值呢 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说小宝第一年 当 一元成八总经理 当时奢销 奢销以后呢 当年末收入大量增加 但是 有可能有一部分应收款 收不回来 就有可能产生损失呗 所以呢 在第一年的时候 初次估计损失 要具体准备 估计损失是记住 资产减值损失账户吗 并不是记住 信用减值损失账户 然后带坏账准备 接下来发生坏账时呢 用你应收款 充电你原来 具体的准备就可以了 代记应收账款 借记坏账准备 第三笔路就是 你趁的坏账就收回来了 然后做两笔 先做一笔发生坏账 相反的分路 再做一笔收回的分路 好 这是三笔分路 一定要拔住 在这三笔分路当中 哪笔分路影响利润 只有第一笔 只有第一笔 涉及损益 发生坏账了 发生坏账收回了 都没有损益类账户 所以是不涉及损益的 最后一笔业务 就是你再次具体准备 在每年年末的时候呢 看一下 你总损了多少 已经确认损了多少 二差额就是你再次具体的准备 算应有算议题 应有大议题 数据不够 接着补题 应有小议题 什么题多了 就要进行冲减 好 这是关于准备的核算 接下来看第四节 就是存货 存货内容也是蛮多的 对吧 首先你要保住 存货都有什么构成 材料系列 产品系列 记住 怎么也得有六个吧 应该有七个 还加了一个委托加工物资呢 是吧 好 注意 委托代表商品是企业存货 还是企业受托的代表商品是企业存货呀 一定是 委托的啊 我们把存货拿出去了 让别人帮我们卖 那个存货是我们的存货 至于别人让我们帮他卖的 那个不算我们存货 因为所有权不属于我们呀 对吧 接下来看存货的成本 对于存货成本来讲呢 一定要加以注意的是 外购存货时 那合理损耗怎么来进行处理 合理损耗要记住货物的成本的 我们给了三个例题 对吧 平方中只有合理损耗 那怎么办 实际入库了 数量少了 那他的成本多少呢 就是损耗之前的总成本 第二个例题 就是又有合理损耗 又有非合理损耗 问你实际入库数量总成本怎么办 用你的总成本减去非合理损耗的 因为非合理损耗不少计成本呀 给它剔除 剩下的都是应该记成本的 第三个例题讲了 又给各种费用了 还单独给出一个合理损耗金额 那个能重够计算吗 不能重够计算 想想那三个例题 去看一看啊 一定要保住 关于加工存货 这个仓储费要注意 采购途中仓储费 进入采购成本 生产当中仓储费 进入生产成本 采购完以后 算之前那个仓储费 进入费用 不进入成本 产品设计费呢 为特定客户设计产品 发的设计费用 要进入产品的成本 接下来讲了 存货的发出方法 一定要保住 先进先出法 和月末 一次加强平均法 发出货物成本怎么算 库存货成本怎么来计算 一定要保住 同时知道 先进先出法下 四个方面的特点 发出成本 库存成本 你的存货 你的利润 分别什么特点 先进先出法 情况下 就想一个一 想一个十就可以了 要注意 发出成本按一算 库存成本按十算 所以说 库存成本接近十价 发出成本偏低 然后高估利润 高估你的存货资产 好 注意它这个特点 在四种方法下呢 月末一次 加强平均法 平时不知道 发出货物的成本 指的数量 另外三种方法 都能指的发出货物成本 和发出货物的数量 好了 接下来再来看 原材料 采用实际成本法来核算 就是采购分路 和发出的分路 采购的基本分路 借方变化 或贷方变化 材料 没入库时 把借原材料 换成借 再度物资 对吧 那 贷方变化呢 给钱了 带银行资账款 没给钱 带银行资账款 开出商业汇票了 带银行资账据 开出银行汇票了 带 其他货带资资金 计划成本的核算 计划成本核算 一个核心点 你要把握住 材料在采购时 会出现超支 或者是节约的差异 超支差异 即借方 节约差异即带方 所以当时我们讲一个故事 超车的故事 是不是啊 从左方超车 就是借方超车 借方记载超支差异 带方记载节约差异 将来出库的时候 转出时 再从反方转出就可以了 把握住 借方登记什么内容 带方登记什么内容 接下来就是采购分路 入库分路和发出的分路 怎么来进行处理 这里也不再重复了 想一想 他们是怎么来进行处理的 在最后的时候 一定要汇算材料成本差异率 一定要汇算材料成本差异率 怎么算 就是找到月初计划成本 月初差异 购入计划成本 购入差异 用两次的总差异做分子 两次的总的计划成本做分母 总差异除于总计划成本 就是差异率 有了差异率了 我们就能快速算出 发出的实际成本 或库存的实际成本 怎么算呢 以发出为例 用发出的计划成本 乘以一加减差异率 差异率是正 就一加 差异率是负 就一减 就能很快的 把计划成本 换存成实际成本 这是考试经常考核的 对吧 这种材料包括两种 包装物和低值一号品 注意 包装物当中 随同商品出售 单独计价 随同商品出售 不单独计价 有什么区别 单独计价 要钱 包装物没有了 要记录其他有成本 不单独计价 就不要钱 不要钱 包装物没有了 要记录销售费用 注意 出租和出借呢 出租有收入 那你发生代价 要记录其他有成本 出借没有收入 发生代价 要记录销售费用 好了 低值小品 要注意 分四次摊销时 怎么来进行摊销 一定注意第一次和第四次 除了摊销处理以外 各有一点愤怒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委托加工物资 保住 委托加工物资成本 都包含什么 发出材料成本 往返运费 加工费 这都是你 加工物资所发的成本 在加工当中 支付增税了 增税不能进入 加工物资的成本 那支付消费税了呢 如果收回的物资 是用于直接销售的 消费税 也可以进入 委托加工物资成本 如果收回后 允于再生产的 那你在加工当中 支付的消费税 那就应交税费 解胖的 和增税是一样处理的 来看 库存商品 要注意 代制品和代修品 依然是企业的库存商品 代管物资 可不是企业库存商品 掌握住毛利率法下 售价金额合算法下 那个两个例题 我想就可以了 算出销售成本 或者算出库存成本 好 消耗性生物资产 要注意一点问题 就是关于用材林 这项这个林木 长大以后 要被材料 要用过材料销售的 等同于商品吧 是吧 在什么值钱支出 进入这个消耗性资产的成本呢 注意 是预避前而预避后 预避前所发生的支出 要进入成本 消耗性生物资产 首先减值了 将来价值回升 要像存货一样 只能够转回的 存货清产 盘盈了 充减管理费用盘亏了呢 盘亏了 先算总损失 看一下你是天灾 还是人货 如果是人货 不仅把你的材料 进价作为总损失 还要把材料 购买进行税 进入总损失 如果天灾呢 天灾只是进价 而不用把进行税 转出 最后 产生 这个净损失了 如果是人货 就增加管理费用 如果天灾 就进入营业外支出 如果是一般经营损失呢 一般经营损失 也是进入管理费用的 最后 存货减值 它的计量原则 期末 是按照成本 与可变性净值 熟低来进行计量 减值了 要进行减值的处理 对吧 一定要保住 可变性净值的计算 用把你那个 以发生成本减去吗 不用减去 只是未来估计流入 减去未来估计的流出 在期末 减值了 要具体减值准备 加之恢复了呢 在减值准备内 进行转回 对吧 我们给出相关的例题 一定要好好来做一做 这来讲 我们把第四章 就讲解完毕了 内容多不多 真的挺多 挺多怎么办呀 我觉得呢 只能说是偏道酬情 我们一遍一看 一遍一遍看 一遍一遍看 看变儿多了 知识呢 就会记在你脑当中 知识就会越来越少 越少 如果你只看一遍 那你总感觉 它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所以呢 要反复来看 要反复来看 要梦里都有它 对于存活这张 内容很多 我们说了 来一遍鸡汤 不压榨自己一次 就不知道自己有多牛 像我们再多的同学 真的是很牛的 那赶紧多次看 让我们牛出来 是吧 2020年 2020年 就是牛的一年 2020年 不是虎的一年 不是虎的一年 是牛的一年 大家都努力 一定会很牛 这一章 我们就讲解到此了 同学们 我们下一张 再见